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2號 星期二 在本視頻的結尾 我們會介紹副頻道的最新內容 請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為了面子 中共當局經常停止發布一些經濟數據 中國農園局近日發布的閱讀數據中 未像以往一樣按照水電 火電 核電 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分類 中國為了救房市 現在把算盤打到農村的宅基地上 多地政府鼓勵農民放棄農村宅基地到城市買房 引發網上鋪天蓋地的反對聲浪 本週一 中共央行突然宣布將開展國債介入操作 國債期貨全線應聲下跌 分析指 當局正式開啟無毛印鈔 在過去3年中 中國農村學生的近20億元午餐補助費 遭數十個縣的地方政府挪用 引發公憤 下面請看 詳細報導 怕臉上無光 中共停止發布又一類數據 路透社7月1日報導 中國能源局近日發布的閱讀數據中 僅公布了今年1月至5月各類電廠的平均運行小事數 而未像以往一樣 按水電 火電 核電 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分類 此前有數據顯示中國新能源電廠的利用率下降 而這一趨勢可能還會繼續 報導指出 中國政府5月印發有關 2024至2025年節能降碳行動方案通知 該新規提出 在保證經濟性前提下 資源條件較好地區的新能源利用率可降低至90% 正式放開新能源95%消納紅線 所謂新能源95%消納紅線 是指光伏和風電的發電利用率不低於95% 可反映新能源實際使用電量與新能源群部發電量的佔比 此前這一限制是為了應對新能源裝機爆發式增長引起的產能過剩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 此前95%消納紅線與大多數市場96%至98.5%的限制一致 據報導 中國上述放寬新能源利用的規定預計將促進新能源裝機繼續增加 但光伏和風電的使用率則可能進一步下降 習近平多次強調中辣委 中國多地將更淒涼 中國為了舊房市 現在把算盤打到農村的宅基地上 多地政府鼓勵農民放棄農村宅基地到城市裡買房 引發網上鋪天蓋地的反對聲浪 中國農民表示 宅基地是農民的根本 絕對不會輕言出嚷 一旦政策鋪開 農民肯定被迫離鄉 農村將變得更加淒涼 所謂的新農村建設又將變得爛尾 最後就是用另一個爛尾來補這一個爛尾 毫無意義 中國安徽鳳陽 江蘇南通 湖北鄂州等地 接日出台新的房地產政策 鼓勵農民退出 放棄農村的宅基地 改到城市裡買房 安徽鳳陽縣政府表示 從6月20日至今年年底 自願放棄農村宅基地並進城購房的農民 可獲得一次性5萬元人民幣的購房獎勵 江蘇南通市最新公告的通10條房地產新政 包括至明年6月30日期間 在主城區購買新鮮商品住房的 加大給予購房款總額1.5%的獎補 若自願退出或放棄農村宅基地而進城購房的 給予一定額度的獎補 此前 湖北俄州也提出過類似的政策 鼓勵農村居民進城購房 按照退出的宅基地面積給予購房補貼 農村宅基地上建成的房屋屬於農民個人財產 但只有使用權 沒有所有權 中國四川農民任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因為宅基地是農民的根 一旦失去宅基地 就失去了農村的根本 農民就回不去了 回去了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說 對農村人而言 祖宅是內心安定的港灣 絕對不可能輕言出嚷 政府現在的做法等於是把農民的根都拔掉了 坦白說 能買房的人都已經買了 政府現在是進一步針對沒有購房需求的人下手 曾經是農民工的中國維權人士張先生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官方為了達成政策目的 接下來可能會採取很多手段 就像當年房地產暴漲的時候 政府未通過合法程序徵收 就半脅迫地主簽了一個自願拆遷協議 雖然表面上說是自願 但實際上是用黑社會的流氓手段 派人到家裡脅迫 逼使人不簽也得簽 因此很難保證這項政策不會故計重演 張先生表示 農民 三農問題是基礎設施 國家要去扶持 要去保護的 既然可以逼著農民5萬塊退出了 那你想他會不採取很多趁火打擊的手段 肯定要上這些手段對吧 那麼所謂的新農村建設 這個又將流產 又將破產 又將爛尾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 要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更加美麗移居 但張先生表示 一旦這項政策鋪開 農民最後被迫背井離鄉 農村只會變得更加淒涼 這是一個可預見的結局 他質疑 我都不知道一個錯誤去掩蓋另一個錯誤 就是一個爛尾又用成另一個爛尾 這樣搞下去有意義嗎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所長 沈明氏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你現在找農民 那農民在沒錢的情況之下 又讓他脫離他原來賴以生產的這個宅基地 那其實是惡性循環的 那其實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歐盟擬向中國赤險糖醇加徵最高294%關稅 歐盟對中國赤險糖醇的反清消調查有了初步消息 歐盟委員會經期公告 你對原產於中國的赤險糖醇產品徵收51.8%至294%的臨時關稅 據三元生物消息 目前還不是最終結果 出財正式結果將在7月20日公布 對市場實際影響還有待評估 近期 歐盟委員會公布了初步調查結果 你對保齡保加徵51.8%的臨時關稅 對東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徵收105.6%的臨時關稅 赤險糖醇大戶三元生物 則擬徵收156.7%的臨時關稅 其餘企業被徵收臨時關稅的比例從152.9%到294%不得 罕見 歷史性變化 中共央行出手做空 本週一 中共央行突然宣布將開漲國債進入操作 國債期貨全線應聲下跌 文西指當局正式開啟五毛印鈔 7月1日午間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開市場業務公告稱 為維護債券市場運行 在對當前市場形勢觀察 評估基礎上 決定於近期面向部分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開展國債介入操作 隨即 國債期貨全線收跌 30年期主力合約跌1.06% 10年期主力合約跌0.37% 5年期主力合約跌0.24% 2年期主力合約跌0.08% 長期跟蹤中國經濟數據的老蠻頻道在社交平臺X上分析說 終於走到這一步了 我講過很多次了 在中國的金融體系之下 央行以任何形式買入國債 無論是在國債一級市場還是二級市場 都是無毛印鈔的開始 沒有任何區別 記住這一刻 2024年7月1日 中國自今天開始 正式開啟無毛印鈔 隨後 他進一步解釋 在操作上 央行介入國債然後拋售 表面上構成對國債價格的打壓 但是接下來 央行必須在市場上買入國債 去償還它之前介入的那一批 也就是說 在技術上 央行直接買入國債的法律障礙就此被打破了 央行從此就可以大規模直接購買並持有國債 現行的2003年版《中國人民銀行法》第29條規定 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 不得直接認購 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 今年2月中國新年前夕 老蠻頻道曾就中國經濟問題表示 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無解的 並已迫在眉睫 2023年已左之右處 2024年根本敷衍不過去 必然會迎來全方位的問題總爆發 人民幣的毛 2015年前是外匯 也就是通過外貿正回來的外匯順差兌換給央行 央行由此印出人民幣 並形成外匯佔款這一央行核心資產 2015年之後 外匯開始持續性的流出 央行無法再通過兌換外匯而印出人民幣 外匯也無法再作為人民幣的毛 於是 人民幣之毛 自此就變成了債 央行印錢出來借給商業銀行 商業銀行在拿著這筆錢借給政府企業和個人 由此形成以債為毛的模式 然而 以債為毛的關鍵是必須保證債務的信用 借債必須還錢 形成閉還 但凡最終的借款人大規模的違約不再還錢 整個印錢的鏈條就斷了 央行借給商業銀行的錢就收不回來了 貨幣之毛就斷了 債務的閉還即將被打破 此後 央行繼續印錢借給商業銀行就變成了無毛印鈔 中共地方政府用農村學生20億參捕還債 炸鍋了 在過去三年中 中國農村學生的近20億元午餐補助費 遭數十個縣的地方政府挪用 還有9個省應向10.9萬人發放的社會保險補貼為8 中國大陸媒體有限度地披露出一些地方財政亂象 引起社會的公憤 中共近日開第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0次會議 隨後陸媒曝光了審計署在這次會議上公布的地方政府 在民生資金管理和使用上的部分亂象 據大陸見面新聞報導 審計署審計長侯凱在會上做財政報告史披露 在重點審計從2021年至2023年8月期間 全國13省159縣的231.37億元補助資金使用情況後發現系列問題 其一 部分農村學生的參實補助資金直接被地方政府挪用於解決其財務困難 其中 有66縣將19.51億元用於償還政府債務 以及用於基層三保等支出 還有41縣和1533所學校通過壓低共產標準 虛構採購業務等方法 便向截流即佔2.7億元補助資金 更有五線教育部門與中標供應商合謀 通過供應商分紅 捐贈等方式套取4216.02萬元補助金 用於發放福利等 其二 有147家供應商和部分學校食堂等共餐單位偷工減料 以次充好 其三 餐食採購招標和共餐監管等違規 此外 在對就業補助資金和失業保險基金審計當中發現 有9省對10.9萬人應發放的社會保險補貼未發 24省386家單位通過虛構勞動關係等騙取套取各類補貼1.3億元等等 消息出來後引起了中國網民的公憤 兩知何在 太觸目驚心了 嚴查 勒緊的居然是孩子們的褲腰帶 有湖南稱州網友稱 自己表妹在鄉里讀小學 她說活食沒法形容 吃不下 一位河北保定網友寫道:「這麼多年的所作所為 已經沒啥能讓我覺得不會吧?」 阿波羅網林意綜合報導 最新副頻道的內容是 近日 中共開始整肅外國人在中國的翻牆行為 上海暴雨 明星成龍成賀豪宅便水連動 中共國一張典型大案背後的黑幕 見不得光的操作 被掀開一角 震驚 習口號震天響 三中全會要逆改革 中國人無路可逃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給大家看